主料,老豆腐200克,瓦瓦菜一颗,辅料,火腿长一根,葱,姜,花生油,盐,13香,生抽,水淀粉,鸡精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准备材料,豆腐切,葱姜切一下,瓦瓦菜起净,竖着一切四半儿,起油锅,油热后放入葱姜炒香,放入豆腐, 小火煎一火,放入盐,赤量13香,赤量生抽,翻炒均匀,放入娃娃菜,翻炒几香后,加入适量水,盖盖了煮片刻,待娃娃菜和豆腐变得软烂后,放入火腿碎粒和鸡精,倒入适量水淀粉勾芡,翻拌均匀,即可出锅,烹饪技巧,放入水淀粉,可以使汤汁浓厚,豆腐的口感更好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咯!